男子为挣钱试药,结果变成鱼头人身的怪物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电影《突然变异》 网友小美在网上爆料自己的男友突变成了鱼人 为了探究鱼人的真相,电视台的实习生小帅去拜访了小美 小美告诉他男友为了30万去参加了一个试药实验 没想到试药后男友就突变成了鱼人 这药厂还想禁锢他,但是被他逃了出来 因为没有去处,鱼男只好来的小美家 小美和鱼男实际上是一夜情,根本算不上什么男女朋友 所以他对鱼男没什么真感情 他为了钱又将逃出来的鱼男给举报了 光听他的说辞呀,小帅还是不相信 为了验证,小美带着小帅溜进了实验室 终于看见了被绑起来做实验的鱼男 这件事呢很快被曝光出来 小帅凭借这个新闻呢,成为了电视台的正式员工 并被委派挖掘出更多关于鱼男的故事 群众对制药公司拿人体做实验这件事感到十分愤怒 还有律师自搞奋勇为鱼男进行辩护 人们呢十分同情他的遭遇 年轻人都认为鱼男就像自己一样 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冒着生命危险 渐渐的鱼男成为了青年的象征 甚至啊还出现了以他的形象进行售卖的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鱼男也被医生下了诊断书 医学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治疗他 也就是说他再也变不回人类了 与此同时呢 制药厂的合作医生变博士 正在为鱼男事件做解释 他说这次实验的药物可以不断为人体提供能量 只要研究成功 不仅可以解决粮食问题 还可以有效的抑制癌细胞的成长 为了产品化才进行了人体实验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实验出了岔子 媒体听完呢 立马断定博士的实验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随后将这件事进行了大肆宣扬 完全忽视了药物的副作用 以及事件本身 事件风向开始转变 群众认为博士为韩国的医学做出了伟大贡献 而渝南却为此起诉了制药厂 打官司就会耽误实验的进程 最后可能导致韩国错失诺贝尔匠 不久又站出来一个护士 他指责于南在住院时曾经骚扰过他 这下子群众哗然了 人们纷纷转头指责于南 并且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他们烧毁了所有象征愚人的物品 并且游街示众 要求铲除于南 电视台也要求小帅立马停止对于南的观察 但是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小帅知道于南什么都没有做 这些都是制药厂为了洗脱罪名 诬陷他的 所以他并没有听取电视台的意见 而是继续留下来 他想将于南的事都告知大众 然而上次带人抢走了他对于南的研究资料 更糟糕的是 于南因为绝望而选择了上吊自杀 幸好小帅及时发现 再加上被吊住的不是脖子 是鱼塞 于南勉强捡回一条性命 然而于南的父亲却只在乎制药厂会赔多少钱 原来他年纪大了 没办法为儿子再做什么 如今儿子成了这副模样 以后的人生恐怕也没法好好过了 只好将期望放在了赔偿经上 但是这场官司看样子恐怕也是要输了 之后于南将自己施药挣来的30万都给了小美 而自己决定第二天去医院做研究手术 希望能给其他人带来帮助 然而在医院里除了博士之外 没有人尊重他 其他医生丝毫不顾及他的感受 于南在手术中痛苦地晕了过去 他的奉献使得博士研究的药物成功面世 然而价格却十分昂贵 成为了富裕人家的奢侈品 普通人家根本就不可能消费得起 这有备于博士制药的初衷 博士去找制药厂的老总辩论 然而老总却说 他只是一个商人 价格不是由他来决定的 而是由人们的欲望来决定的 一句话对着博士哑口无言 没多久就传出于南去世的消息 葬礼那天小帅第一次看到了于南的照片 原来他也曾是个清纯的帅小伙 不久博士就被制药厂的人起诉 说他早就研究出可以把于南变回人类的方法 却将这件事隐瞒起来 最终博士被以蓄意杀人的罪名逮捕 上一秒还是英雄的博士 立马又变成了大众眼里的骗子 博士就跟于南一样 最终以悲惨为结局 五年过去了 一切原本已经尘埃落定 此时的小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记者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于南的故事 他去拜访了收监中的博士 这才得知原来于南并没有死 当初博士因为内疚在医院里告诉了于南 自己可以帮他变回人类 但是尝尽人间苦楚的于南 并不想做回人类 他想以鱼的身份活下去 在博士的帮助下 他最终走进了向往的大海 在这里他是自由和快乐的 听完于南的故事 小帅在返回的路上痛哭不已 之后他收到小美送来的一卷录像 录像内容是一对情侣 在海里游玩的时候 无意间拍到了于南的画面 小帅将这些画面剪辑下来 做成了于南的纪录片 他要将于南的故事公之于众 现实中人们对待一件事的态度 总是随着舆论而发生改变 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媒体 但是无良媒体断章取义 随意发散的事屡见不鲜 他们只为博取眼球 不为追求事情真相 很戏剧话却又十分真实 正如片中的博士一样 上一秒还是英雄 下一秒就成为了罪犯 只因为他得罪了制药厂的老总 媒体不应该成为资本利用的武器 而是应该成为群众的嘴巴 正如片中所说 只有追求真相的人才能成为记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